143. 香港經濟日報A股社衝擊實體經濟勸商分歧 2015年7月9日要問A零八中央連續加碼救市 為A股卻已暴跌回徑,市場擔心股災將震盪實體經濟 有勸商認為A股急射對實體經濟影響有限 金融體系出現系統性風險極微,有外資行則警告 如A股未能止射,或引發像次貸,即次案,般的系統性危機 但民間對此反應浮現,包括稅流市現他訂 昨日央行、中證監、中保監、國資委等部委分表態 及A股,急務阻股市繼續下跌決心 物資在開盤重挫7%後雖一度收窄跌幅 但午後再度下行,收跌5.9%報3507點 而至上月中巡至今,物資已累計下跌接近30% 中小板和創業板數更是跌至近40% 面對股市暴跌,市場擔心,這只是金融危機、經濟危機的前奏 而其對給中國實體經濟帶來的衝擊將是重頭戲 中國增長預測瑞銀維持6.8% 瑞銀昨日發表的報告指 中國股市震盪對實體經濟的衝擊有限 而且應不會給金融體系帶來系統性風險 該可維持對中國今年經濟成長6.8%的如股不變 並重新資本帳戶可兌換得應加快進行 除非在國企和金融業改革領域取得更大進展 光大政券首席經濟學家徐高指 股市暴跌雖然會讓經濟增長略微減速 但整體負面影響有限 由股市暴跌引發金融危機或經濟危機的可能性極小 徐高認為 從金融風險向實體經濟傳導的資產負債表和順貸兩個渠道來看 股市動蕩對實體經濟的威脅不大 但若此次股市大跌後金融活動趨向偉尾 全社會GDP 國內生產總值 增速可能因而損失0.6個百分點 不過 美銀美林報告則指 此輪市場動蕩的最終結果就是普通人的財富轉移級富人 包括許多大股東 預計者可能會進而傷害消費 報告稱 如果市場繼續大幅下跌 股票融資相關損失可能達到萬億元人民幣 其潛在的損失對資本金少於萬億的勸商尤其危險 或讓成像次貸般的系統性危機 人均三週食41萬等同八年工之有觀察人士認為 此輪股災 首當期衝的線內地中產階層財富增值用稅 按照中登公司直至上週五6月26日 的期末持倉人數5076.6萬計算 上週人均虧損約15.17萬元 人民幣 近三週累計人均虧損近41.3萬元 按照去年內地人均年工資 49,969元計算 每人近三週約虧調百年工資 雖然勸商及部分外資行的報告認為 股急錯對實體經濟影響不大 但民間對此的反應開始浮現 民間反應浮現買樓買車 撻訂彭博社引述全國承用車市場 信息聯席會秘書長吹通樹指 股市大跌之後 越來越多訂車的客戶寧可不要定金 都要取消扣車頂單 樓市方面 近日有廣州白領在股市中選手 適調樓市首期 無奈下惟有撻訂 廣州有地產代理指 不少人在股市崩盤後 提出現後或取消買樓